Hello,各位同学好,我是钟道老师,特别老师 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智能评读 以及国际音标的用学习,第三循环,过去式 以及复数性的一个练习 在上当中我们教了OLD O,O,O,O 以及我们教了OLE O,O,O 同学们记得我们上次就教了O 加上approxima静音L的时候 会产生长圆音,也就是O的后面 没有第二个圆音时 配上L也发出长圆音 OLDS O,O,O,O 脚果甚至有 Vote,O,O 那我们在OLE 它是个圆辅E,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Valve space E,O发出长圆 复数型 O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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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脚果甚至有 Hose,Pose,Sose,Pose 那答案属于Hose 以及Hose H以及WH开头的都是同音字 好的,我们把上一堂课,脚果甚至先拿掉 我们来看这一堂课 用老师写的运音词点 我们来看下一组运音 下一组运音我们看了单独的一个单词 OLKS 把它拿过来一下 OLK 所以我们在Coda这个位置 我们选的是LK 好,那注意K是一个轻辅音 那这时候我们来OLK 那注意OL会形成一个长圆 虽然是关闭音节 不过它还是念长圆 我们念Oak Oak Oak 复数型 直接念S Oak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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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,我们来看今天的单词 第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带来一个F Oak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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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,我们来看下一组运音 因为今天单词比较少 我们看下一组运音 它是OLL 所以我们在O 还是我们的原因 我们在coder位置 我们用doubleL 来记得一件事情 当你有一个L 或两个L的时候 它的发音都是O 也就是我们讲的静音式的念法 O 所以这个时候 注意 O O O 所以我们来先试着看 OLL的这个发音 我们把OLK放上面 OLL 注意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关闭音节 但是还是念长元音 它有两个 两个不变化 一个是OLLED O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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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数型的话 我们直接替它加上S 注意 这时候我的ED 这时候我的ED 或者S 都是着话的念法 O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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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么来看 单词配合的单词 第一个 onset 我们选择的是 P onset 我们选择的是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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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选择是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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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个我们选择是 S TR S TR St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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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个我们选择是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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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们来看这四个 P 手音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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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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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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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 TR St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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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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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四个 P R P P R P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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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 R St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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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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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滴都一样的话 就代表这四个单词都是动词 好 同学们 还是想要 如果喜欢中文老师 代表老师这边提供给你 智能病毒规则 估计名标的应用学习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 留个言 按个赞 做个分享 如果你对语法 发音 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 留下你的问题 老师看到 尽快给你个答复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 也谢谢大家收看